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从公布要在10月8日举行婚礼之后 黄晓明和安扎拉贝比的一举一动都开始为婚礼经营预热 不久前 安扎拉贝比在社交网站秀离行大钻记的照片 就已经让不少网友为之激动 在圈中打拼多年 一向以好人员著称的黄晓明 此番大婚自然不会忘了邀请圈中各路好友 有知情人士透露 为了筹备这场婚礼 黄晓明更是付出了不少时间 凡是亲力尽为 自2009年相识相恋 黄晓明和安扎拉贝比已经一起走过六年甜蜜时光 马上就要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黄晓明自言 心情紧张 甚至睡不着觉 10月8日 也就是今天 是黄晓明和安扎拉贝比在上海正式举行婚礼的日子 本次婚礼前期宣传和各种筹备都非常盛大 所以 网友们也称之为世纪婚礼 上午8点 安扎拉贝比工作室曝光了一组两人的婚纱照 照片中 两人以巴黎地标建筑为背景 浪漫亲吻 甜蜜之情 献傻旁人 自从公布要在10月8日举行婚礼之后 黄晓明和安扎拉贝比的一举一动都开始为婚礼进行预热 不久前 安扎拉贝比在社交网站 秀离情大钻戚的照片 就已经让不少网友维持激动 在圈中打拼多年 一向以好人员著称的黄晓明 此番大婚自然不会忘了邀请圈中各路好友 有知情人士透露 为了筹备这场婚礼 黄晓明更是付出了不少时间 凡事亲力尽为 自2009年相识相恋 黄晓明和安扎拉贝比 已经一起走过六年甜蜜时光 马上就要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黄晓明自言 心情紧张 甚至睡不着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